从香港回深圳,隔离14天后,还是决定出去走走。 车站和列车上明显少了很多乘客,还遇现一个很有礼貌的客户姐姐。 座位都是空空的。 想起去年,上车都要排队的。 好了,出发,我们福州见。 经过5个多小时的车程,我们终于到达了福州市。 福州,也称为荣城,建成屋公元前202年,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港口,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之一。 坐动车到了福州南站,我们还要转地铁,才可以去到福州的市中心,封街口。 福州市是各繁化的都市,有充满美食的地下步行街,也少不了的一些可爱小玩意。 各种知名品牌,只有你想不到,没有是你找不到的。 一个迄今2200年的城市,一定有它的历史过去。 我们现在带大家进入福州市的,三房七巷。 三房七巷,位于福州古楼区,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的城中心历史文化街区。 以南北走向的南后街魏咒,西斋位移景房,文如房,光路房等三房。 洞斋位阳桥像,篮关像,塔像,黄像,安明像,公像,吉碧像等,就是七巷。 三房七巷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礼房街区,有明清古建筑博物馆之域,也加入了很多新时代的元素。 当在回忆故人的生活时,一边也可以享受假期的欢乐。 自21世纪初,三房七巷的文化遗产保护备受关注,并先后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上位,世界遗产预备名善及国家5A级旅游景区。 在这里,有时候突然会找到些惊喜。 在这里,有时候再生点了一个房子。 虾片尸费 传助来自 engaging讲无论。 唔不abord。 柠檬ız本sud基涯 唔不错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离开古色古香,充满历史气息的三房气象,我们换一换场景 福州动物园,位于福州市建安区,新面镇健康村园八一苗浦内,建于1956年,2008年5月,由大漠山路的旧址搬迁至新址,占地面积815亩,主要承担着福州地区野生动物、遗体保护和科研、科普教育等职能 这里有展区16个,动物近150种1000多头,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0多种 很多女生活在香港,根本没可能看见过 动物园还根据动物的不同生活学性和观赏需要 采用人工蚝钩、银屋栏杆、高压耐充电网等,既可保证游人安全,又能最大程度保持动物自然生长的圈养方式 所以,有些可爱的小动物,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的 除了动物,园里有树木近300种,10万株,为动物创造了接近自然的生活环境 更采用大量自然景物如溪流、石壁等,将动物和游客分隔营造原始视觉无障碍的动物展区 这些年,福州周边建起了一些营营动物主题的景区 相比之下,这些景区的人气更旺 福州动物园就有点灵被冷落了 但动物园相关负责人已表示 他们会引入更有营运能力的企业 提升动物园的服务 希望下次我们再来,会有另一番新鲜的体验了 到了这里,我们的福州之旅也到了尾声 谢谢你们的观看 记得赞好,订阅和分享 我们下次再见